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而今天呢 我会让大家看一下 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三身的高压 而且其实这次高压的 我也是挺期待的 可是 只成功了一般 因为上次我做了 两个高压枝条 然后后来就成功一个而已 今天我打算把它 这是剪枝 然后带去做其他的种植 我就分成两个部分 然后会把它去种 本来这几天呢 我就是把它放在这里面 然后刚才我刚搬出来 因为放了一段时间没有来看 然后今天刚拿来看的时候 就发现它已经开始长根 然后上次我们知道 上次我做了两个 我看这边 上次这颗就已经糊尾掉了 死掉了 死掉了一个 要剩下一个而已 这边的话 我可能会把这个 现在都分成两个了 所以死掉的部分我就拿掉了 先处理一下 先处理一下 死掉的部分 这边 好 死掉的部分 就直接拿掉好了 这样子 好 现在这边是生虾两个 两个的话 我是怎么规划 两个的话 我们可以看这里 这里有个高压枝条 我们看已经开始长根 根已经编黄了 所以我现在就把它剪掉 剪掉之后 我就是会把这只 带去 去种 上一下 我看这颗长得很长 这边来 这是它的根 长得很长 好 剩下来的部分 就是 这个 这个的话 我也会 带去种了 首先呢 就是 这颗我要怎么处理 我就是把它的椰子 都会剪掉 我大概会将柳 可以 啊 我现在会把它 去种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会啊 先找一个锄头了 这边 使用这个锄头 现在决定 现在决定 我现在啊 这颗 就是会 这边是我们本地的上升 上 上次我也是高压 上次我也是把它高压 啊 今天啊 这颗 我也会种在 这里 好 种在这块 烘地 这边有一颗 啊 其他水果 所以我种在这个地方 上来 我再终 再烤我们这里的围翔 好 现在啊 就是 把它种在这个地方 上来 我会把它 解开 这个 解开 好 我看 这是它的根 一二三四五六 就 那么一点 这边没有 这个而已 好 现在我会 剪一下枝条 维护 在 旁边 好 好 其实我很怕 我们的一些 母鸡 它会 再来去 去破坏 好 这样子 我已经完成我的 这个 三身 高压 锅手 然后 已经 种植完毕了哈 今天呢 我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四位 喜欢的朋友呢 大家记得给我留长 留虾 评论和订阅 关注我的 频道 谢谢哦 这是我的一颗羊梅哦 哦 好